我很希望光復了香港之後就做過遊運夜學 光復香港絕對就是目標 我經常覺得國際線的所謂唱意或者遊說工作 可以分為進攻和防守兩方面 世界各地的手足的人力物力資源是非常有限的 包括我都是這樣去銀河包去搞這個活動 首先我一定是有所謂的FIFA集結或者其他的罪名 如果要告的話它可以告我先說FIFA集結 先說暴動 然後有不同的國安法 就是四條國安大法我都是中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我在2020年的6月是被人打到入院的 那時候我眼角其實如果近一點可能看到的 我的骨頭是凸了起來有一個永久的巴黎 世界各地的香港人是絕對沒有忘記香港的 大家好 歡迎收看《向中國》 我們這一次的採訪就請了在英國的冷炒吧 來完成這一段採訪的 大家好 現在你都是被中共通緝的日馬 有沒有因為這個原因令到你的生活不變呢? 還有中共有沒有在海外就關注一下你 好像之前說鄭文傑又說 金鐘他們 你有沒有這些現象? 就是有一晚 應該時間的時間來講 其實2020年的4月是一些前線的手足跟我說 中共已經出了一些所謂的暗花 就去嘗試賣起我的命 至少一百萬 然後就叫我非常非常小心 然後兩個月後 我就有一晚就發覺有三個人在跟著我 然後跟著我 就是我懷疑那一刻是 但是我就 嘗試停下來在街燈那裡停下來 觀察一下他們是不是在增加我 但是我一停下來他們就衝過來不斷打我 三個人不斷地唯偶 沒有拿我的財物 就是只是不斷 只是追著我的頭來打而已 我那一刻以為我自己的眼睛已經慢了 我以為自己爆了眼 因為那些血不斷流 空氣又聞到越來越聲音 我在地下 然後那一刻 我問自己 我就這樣就完了一輩子了 那我跟自己說 如果這樣一輩子我都無悔 那之後所有東西好像靜了那樣 事後想起 其實應該就是暈了 因為我起床那一刻 我已經見不到他們的背影 也都見不到他們跑的背影 但是那一刻我很害怕他們回來 是的 就是很害怕讓他們知道我 就是叫做 survive了這一個這樣的襲擊 然後我就 就是嘗試去回到安全的地方 然後就 簡單來說都是戴了一狗 然後就入院 就是他們那些醫生護士 都用了幾個小時才幫我止到血 我後腦腫了 我頭頂腫了 醫生護士跟我說 其實我耳朵都是有dip cut的 那時候我自己都不知道 因為他們眼睛的痛楚已經蓋過了一切 是的 這些就比跟蹤更加嚴重了 可以說是 那一刻你暈了 是不是對方以為你已經離開了 還是怎樣才走 其實你那一刻是不知道的 其實我不知道 可能如果你們... 不過另外說就是 就是他們就應該其實有拿武器的 因為赤手空拳就不會打到眼骨都爆了 很難其實 那其實他們很可能是拿了鐵蓮花 那些才能打得多 這樣 其實我們香港人很久都沒有見過你 都知道你去了英國 其實你現在那邊的情況是怎樣 生活得好不好 生活都好不好 這個是很難回答的問題 生活都不算是好的 不過就起碼有種不需要被人抓去坐牢的自由 如果從這個角度看其實都挺好的 而且都是很忙的 其實早前其實三天前 甚至昨天都還在忙著612的一些首尾 612就是一個全球的聲援香港的計劃 所以其實是非常非常忙的 再加上有其他的project在做著 所以其實生活上來說都不算特別好 好坦白說 是的 其實你也是去英國有一段時間 其實現在你是香港這方面的警方 有沒有再追查呢? 其實我也知道你是被通差的人馬之一 這關於怎樣呢? 其實我很肯定他們有繼續追查我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其實大概幾個小時之前 甚至乎是過去幾天 上星期到過去幾個月 其實都是大家經常在法庭聽到我的名字的存在 因為有幾宗案件 警察都是有落我的名字下去的 就是無論是黎智英案件 李宇軒的案件 這個是律師在理案件 他們都是Mark Simon的案件 其實都是把我的名字放下去 他們就不斷在做很多不同的事情 就很多不同的故事 這次落一頁 全球遍地開花如水在嘴這個活動 都是你發起的啦 所以我一早都想去採訪你了 不過會不到你 聯合發起啦 聯合發起啦 沒有世界各地 大家一起聯合發起 就真的搞不到這個活動 這次是不是都挺神功的 我都看到有二十幾個國家 五十幾個城市 同時全球起動 這樣就給了香港人都很感動 還有很鼓舞的畫面 可不可以總結一下這次的活動 這次這個魚水在嘴的全球計劃 絕對是可以說是成功的 因為跟這個2019年比 其實2019年6月開始 去到這個2020年幾月19日之間 是有大概有四、五場 大家是全球有coordinary的一個集會行動 但是比起以往來算 其實我們這次是人數、國家和城市 其實都是比以往更加多的 尤其是是 嚴格來說 以香港為主題的全球計劃 這次是史上最多的 所以從這個角度看來是絕對是成功 還有我們這次都有不同的嘗試 以前我們就會比較鬆散 就不會說有一些事先的編載通知 或者是事後的一些叫做新聞稿去發放 甚至乎以前都不會說去由 不同世界各地不同議員 去同時去出席一個香港的集會遊行 但是這次不同 我們這次是有 就是英國我們很幸運的請到 就是三個的議員 一個月遇到意外 路震黨就出不了席 是比較可惜這件事情 但是已經是有兩個非常之資深的 保守黨議員和這個工黨議員 會是出席那個集會和發言 親身去出席 然後在德國方面 其實也請到一些德國的議員 甚至乎是歐洲議會的議員 去同步去出席這個集會 然後在澳洲方面 即使他們是受到一些疫情的侵襲 或者臨時的封城措施的影響 他們也有這個澳洲的參議員 Janet Rice 去拍片去支持這個余水在序 然後去到丹麥也都 我們是成功邀請到這個丹麥的議員 其實有很多不同地方 都是很成功可以邀請到議員 這個絕對是一個大突破來的 是的 其實這個反映了一個什麼信息呢 反映了幾個信息 第一層的信息就是 首先香港 世界各地的香港人 是絕對沒有忘記香港的 大家即使是去到外國 無論是流亡的手足 即使是讀書的手足 移民的一些同路人 其實大家都是不忘這個香港 所以大家都是很醉弱會去搞這個行動 同時之間 本來我都很擔心到底國安法 會不會影響到世界各地 世界各國手足去搞一個不容易的意欲呢 甚至乎會不會很影響到出席人數呢 但是事實證明 事實證明了 其實國安法是沒有嚇怕了世界各地的手足 即使這個宇宙國安法是無遠分界 但是世界各地手足依然會去 沒有這個國安法的風險走出來 我覺得這個絕對是非常之鼓舞的一件事 尤其是當香港本土已經是很難去動員的時候 是更加需要世界各地的手足去再走多步 我覺得這次是一個絕對非常之鼓舞的嘗試 而且都很開心可以鼓勵到在地的香港人 然後同時之間 另一方面另一個觀察就是 我們過往所有香港人在國際線 可能是說 所累積回來的人物 無論是傳媒方面的人物 還是議員方面的人物 這次其實都是叫做發光發亮 以前買下的種子 是令到我們這次是有不同的國際傳媒去採訪 例如有BBC到場 有其他媒體到場 Voice of America他們都有到場去做這個採訪 然後有大大小小的一些本地的報章 當地的報章都有去採訪 與此同時其實也都有 正如剛才所說 就是因為以往累積回來的一些人物 或者是跟議員之間的溝通和認識 也都是令到有議員去願意出席 所以很多方面來講 這次都是一個新的突破 現在香港裡面都基本上發生都很難的 好像我之前說了現在 好像我們看我們直播的香港人都很感動 他們會哭 其實這個海外線的國際線的一個作用 你可不可以說更多的 你被香港人傳達了這樣的訊息呢? 當香港是受到國安法的籠罩 再加上有其他的各式各樣的監控打壓 政治檢控 我個人絕對覺得 海外的香港人或者國際線是有責任 除了做這個所謂的遊說或者倡議工作 絕對是有責任去傳承香港的文化 傳承香港的那種Hong Kong Spirit 香港的語言 這個就是國際線需要所做的事 絕對不只是遊說 現在除了六一二之外 香港人都有一些難以忘記的日子 例如是七一、七二一、八三一、一年一 甚至是其他的日子 其實你們海外線會不會在這方面 都做多些類似這樣的活動呢? 其實坦白說 世界各地的手足的人力、物力資源 其實是非常有限的 包括我都是這樣去 按摩包去搞這個活動 所以其實會不會好像 可以很密集地去搞 就是六一二、六一六 然後七二一、八三一、十月一 不斷地非常密集地搞 我覺得是難度都非常高 但是可能 不排除會有不同的組織 會自己去補位 自己去自發去舉辦不同的活動 就未必是同一條件就不斷 去不同的日子去做活動 這個就是個人的推測 或者focus 剛才你說的 舉辦這個六一二的活動之前 都有些組織的 其實這些組織來自於哪方面? 還有你剛剛也說了 舉辦一個活動的資源都很緊急 是不是海外線的手足 要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自由資源方面是怎樣才可以 才可以拿到一個支援呢? 嗯 其實這樣的舉個例子 其中一個阻制就是 就是本來反撐團隊 其實就預備了一堆的文宣 或者是大家的文宣 那就希望可以 就是讓世界各地手足 覺得可以feel free去用這堆的文宣 就是不會有強迫 但是大家可以上次去用 那上面就講述回 第一就是香港反送中 兩周年的事 回顧過去兩年發生的事 然後第二個主題就是 香港開埠180周年 講香港過去180年 和國際的淵源 就是香港和中國的分別 講香港人反抗共產黨的政黨性 這是第二個主題 第三個主題就是 英軍、印度、加拿大、澳洲等等的士兵 他們講香港為香港犧牲成名的一段故事 會講重光的字 就是這三個主題 就是各式的文宣 世界各地就會看自己的需要 看看會不會去講這三個東西 又或者是直接去用這堆的文宣 本來的想法就是 世界各地就為了 可以去省一些錢或者資源 甚至可能在台灣那裡去做一個 伊拉格或者其他的一些物資 然後就寄回去世界各地的城市 這個希望可以省到錢 但是內何我們就遇到黑天羅 兩年來台灣第一次爆這個武肺 就是在那時候發生 我們正在預備有612 這個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其實現在國際線還有什麼做呢? 剛才你講了活動方面 政策方面或者是 要國際對香港的伸援 或者救生田的計劃這方面 其實你有什麼政策 或者是能否未來想推動的? 我經常覺得國際線的所謂倡議 或者遊說工作 可以分為進攻和防守兩方面 防守方面就是所謂的救生艇 包括BNO 包括加拿大的Youth Mobility Scheme 例如歐盟想推出的救生艇計劃 這些就是我會稱之為防守的東西 他們會幫到一些手足 可以去離開香港 然後需要離開香港 這個就是防守方面 另一方面進攻方面 其實就是各式各樣制裁的措施 或者是制裁的措施 舉個例子就是 2019年6月的時候 我是第一個提出 就是個人制裁 政府官員等等 但是其實我經常覺得 個人的制裁絕對是不足夠的 絕對是需要有更加強力的經濟制裁 以個人制裁來說 美國是走得很前的 我們看到2020年的時候 有一大堆的香港官員 以及其他中國政府的官員 受到美國制裁 而其他國家其實都嘗試醞釀 會不會進行實施國制裁 他們會叫做Mandinsky style的制裁 就是會凍結他們的資產 他們家庭的資產等等 這個就是個人層面的制裁 不同國家不同民主國家集資 要阻止華為5G等等的一些擴張 影響了其他國家的真正的國家安全 這些是我們需要去阻止的事情 尤其是我覺得制裁就是 經濟制裁就是一個非常之 甚至乎可能是 幾乎是唯一的一種方式 可以去渣乾共產黨的經濟資源 也只有餓死共產黨才能夠 或者是不要說餓死共產黨 應該說是陷動到這個中共的經濟體 才是有一絲的中共倒塌的可能性 就是可能很多人會說是癡人說夢 但是看回過去的歷史 我很肯定三四五十年前 大家都一定會說 蘇聯解體一件不可能的事 就是不要癡人說夢 但是事實都證明蘇聯都會突然間解體 我也都相信歷史一定是會重現 共產黨其實我也覺得 一定是會報一個蘇聯的後程 只要世界各國是不要再行一個 修正的政策 而是肯去行一個更加困難的中國政策 舉個例子好像三天前兩天前左右 G7其實他們在英國抗和 舉行了G7的峰會 他們也是公佈了會去推出一個 非常之宏大的一個投資計劃 是會去幫助不同的發展中國家 去發展基建 去發展綠色的基建等等 去幫助他們的經濟發展 去抗衡一個一帶一路 這個絕對是一個好的開始 其實接下來 還有另外我可以舉個例子的 就是南非這樣 南非就是在過往 八九十年代的時候 都是面對一個世界各國 統一聯合的經濟制裁 最後他們真的頂不上南非政府 最後就是放棄了這個種族隔離政策 甚至乎是令到整個國家民主化 這個就是歷史上 其實都已經是有兩個實例 我也都其實在所謂的游泳的時候 窗衣的時候 我也是不斷會說回類似的歷史 也都是希望世界各國的政府議會 是會繼續向著這個方向發展 就不要只是停留於個人制裁 或者是救生艇的方向上 這個似乎都是冠勝了你攬炒中共 沒錯 沒錯 這個就是香港既然已經是 已經是被中共炒起了的時候 那我們一定是會 跟中共是攬著它炒一份 這個前景是不是聽你講 都是挺面朗化的 不知道這樣理解是否正確 還有現在你覺得國際對香港的伸援 或者是夠不夠呢? 你覺得未來其實這個支援的力度 會不會更加大呢? 嗯 夠不夠呢? 其實首先我們很感謝 或者感激世界各國 他們推出不同的救生艇 甚至乎是為香港去推出一些制裁措施 但是其實坦白說是沒有的 就是我們怎麼為之夠呢? 我們去到共產黨真是倒台 香港真是被光復 我們才是叫做足夠 就是世界各國已經是不會再受中共的經濟的侵略壓迫 就是去到這個西藏、台灣、香港、澳門、內蒙、維吾爾等等 不再受壓迫 我們才是為之足夠 所以我們的目標一定是共產黨瓦解 暫時就這麼多了 關於這方面的想法 香港社會組現在怎麼看香港的角色呢? 怎麼看呢? 感覺非常複雜 首先我是一萬名被捕的人之一 就是如果我還在香港的時候 我已經一定是面對 首先我一定是有所謂的fever集結 或者其他的罪名 就是如果要告的話 他可以告我先說fever集結先說暴動 然後有不同的國安法 就是四條國安大法我都是中了 也都有很多不同的罪名 所以在這方面來說我是心痛感受的 尤其是我在警署是倒過48小時 就是很多手足他們在警署被捕的時候 他們可能是有臭隔去坐 就是臭隔本身已經不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已經不是一個很衛生環境很好的地方 但是我那時候連臭隔都不能坐 我那時候只有一張膠椅 冬天的時候在停車場那裡 就要拿著章尖 我就渡過了48小時 這個就是那時候的我經歷 所以我看回香港的情況 就是心痛感受都可能 每次看到人被捕都會想起 一段時間 還有舉個例子 好像六四那晚那樣 我看到一段片 就是警察在銅鑼灣那裡 突然之間衝前 其實這個情況跟我當天被捕 是非常相似的 都想起一些不太開心的回憶 這個第一個是個人層面的想法 其他層面的想法 就是宏觀一點的看法就是 香港的情況現在 我覺得是遲早會出現的 為什麼會這麼說呢 就是因為根據本身香港發展的軌跡 在2019年6月之前 或者在推出這個送中修訂之前 其實香港本身都被人溫水煮蛙 到了反送中的條例草案出來出爐之後 所有東西就突然加速 可能根據本身的規矩 我們可能是2040年的時候 2030年的時候 我們就會去面對這一切的打壓 無論是學術上、語言上、集會自由上 參選的自由等等 其實我們本來可能是2030年、2040年 都會面對一些問題的 尤其是在2040年如果才出現的話 到時香港的戰略價值其實已經是所餘無幾 而且當時可能只剩下最後一代香港人 去獨立對抗這個共產黨 但是這次我們起碼不是去到這個最壞的情況 我們起碼有幾代香港人 無論有十幾歲的學生、二十幾歲的年輕人 有三十幾歲、四十幾歲、六十幾、七十幾歲等等的人 但是銀發族大家都會站出來去對抗這個共產黨 所以這個是最壞之中的一個相對較好的情況 當然啦,仍然是非常難捱的 有這麼多人犧牲 有這麼多的問題 也都是有這麼多洗腦的 即是在職格上有洗腦的問題等等 是非常令人氣餒的 但是我覺得現在我們仍然是一絲反擊的希望 尤其是以前說的1980年代 美國行的一個政策方針就是engagement policy 但是自從1919年開始 尤其是是香港人引起這個改變的 其實美國的政策方針就是engagement policy 轉了成一個tough policy 然後其他國家現在都開始緊脫其後 所以其實情況不是真的這麼說 我們反而現在是處於 我覺得是處於一個香港真是光復島的時空 其實他們沒有說什麼特別理由的 就是要盡情去打壓香港人的所有的反抗空間 就是盡量不讓所有香港人聚集 不讓香港人感受到同路人的存在 讓大家非常希望以為已經在沒有同路人 這個就是他們的策略 其實這個策略用了很久的了 由他們不肯去 就是2019年是不斷反對一個舉辦遊行集會 是的 開始其實已經是不斷在用這一招 另外有很多不同的招式他們是在用的 然後就多了一個599G 這些所謂的衛生條例用疫情為理由 然後去禁止很多人聚集 但是你看到他們那些所謂的衛生條例 或者是他們的抗疫的措施 根本就前後矛盾 就是可能是那裡又說 最多三個人或者四個人可以一起 然後另一方面就是 吃飯的時候可能又可以五、六個人一起 就是很多無靈兩可的所謂抗疫的措施 然後一個人都可以集結 就是和不和波 所以他們就是想大家感受不到同僚的存在 但是這些我們是需要去克服的 我們也都成功克服了 坦白說其實六四個晚上之後的日子 其實我們都發覺香港人是仍然在 六四個晚上很多人都說很感動 就是很多香港人都重新走出來去反抗、去抗爭 去說一些已經成為禁禁的口號 那這個我相信香港人是逐漸在突破的 還有我也挺肯定 其實香港人其實始終都是會 叫做適應 不是適應啦 始終是會叫做 overcome 到這個國安法 然後可以衝破到一個心理關口 然後我們重新去集結這個力量 在香港我覺得是一個時間的問題 始終Be Water 我們始終都可以對應到這個國安大法 我的情況比較特別的 我的情況比較特別就是 我的婆婆 其實就在我三歲的時候 不是三歲 sorry K3的時候 K3的時候其實就過了一生 其實那時候大概五歲左右 我記得自己在K2的時候問她 不知為什麼很記得的 我問她 她會不會看到我做小學生 我這樣問她 因為我也很愛我 很喜歡我婆婆 她那時候小時候很 take care 然後不幸地在我K3的時候 她就過了一生 很早就過了一生 去到我小一的時候 其實我已經意識到 我已經明白死亡是怎麼回事 小一的時候去我常識課 那天下午我記得很清楚 就是在那裡教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這些咒語 希望小學生可以有基本的認識 包括我又去背這些口號 但是那時候我都已經會加減數 基本加減數 就是小一生一定會計的 也知道什麼死亡的時候 我就計這個50年不變 50加6歲 我56歲了 我應該還沒死的 那為什麼好像老師這麼強調 50年不變的字 是不是50年之後就出事了呢 那時候我就舉手問 舉手問老師 老師就 我問老師到底50年之後會怎樣 然後我記得她是答我不到的 那時候我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會這樣呢 但是這個問好這個種子 就一直流到我去中學的時候 然後才得到解答 所以去到中學的時候 我就開始都會去留意一下 到底香港的政治是什麼一回事 雖然我從來都沒有這個 要去參政 要去搞社會的一個鏈頭 但是那時候 其實我作為一個末代的會考生 末代的高考生 那時候其實不同的學校 都是嘗試去訓練老師去教通食課的 即使我的學制是不需要去 理論上是不需要讀通識科的東西 但是那時候他們也有嘗試 在初中的時候 或者是高中也好 他們都會有一些類似通識科的學科 那我就有那時候開始也打了這些 也都在會考的時候 末代會考的時候 讀了通識科的前身 叫做綜合人民學科 那那個學科其實跟通識科的九成九相似的 我都遇到很好的老師去講回香港的政制 中國的各種問題 香港人的身份認同等等 那時候我看了一本書 《是女大陸的四代香港人》 即所謂的政治啟蒙就是這樣來 也都有自己去看連絡 連結真的一些書籍 雖然我真的對從政從來都沒有興趣 因為我在中四中五的時候 我已經覺得 立法會只是一個象棄圖章 也是一個中共設計好的一個局中局 我們根本在立法會是不能贏的 所以我從來都沒有想著要去從政等等 我就是知道這條路一定不可行 雖然我不知道 那時候我不知道其他的路怎麼走 但是我就知道立法會的路還是不能走 但是我真的沒有想著去從政 之後就去到 一直我都很意外 成為了測輪師 然後考到牌 也都是慢慢事業上都開始好像有些進展 但是去到2019年6月的時候 然後就在良心驅使之下 就覺得要再做多些事情 然後一次又走多一步 一次又走多一步 最後就沒有想過自己會走那麼遠 甚至乎是被同緝 其實你一個人都經過了兩周年 現在這一刻的想法 是不是有哪些畫面 你覺得是最難忘的 難忘的 難忘的畫面就太多了 真是 我想最難忘的 私心一點點就是第一次 教這個大花園的集會 人生第一次教香港本地集會 即使那時候我不是在香港 那時候就是為了 可以將本土線和國際線 可以大家團結起來 拉在一起 就嘗試和一個大專的學生 不同大專的學生會 搞了816的英美港民主權在民集會 那一晚就是非常之多的人 是說攬炒 Fight for freedom State for Hong Kong 這個就是 這句口號怎麼來的呢 其實就是源自於 我起的那條隊 Fight for freedom State for Hong Kong 雖然我現在已經分拆了 攬炒團隊和他們 但是這個口號就是那時候來的 也都是叫做第一個 或者是第一個 或者是第二個 香港抗爭的英文口號 那晚有很多的畫面是很感動的 也都看到很多人去支持 甚至乎也是我第一個所謂的演說 雖然這個 那時候的形式比較特別 就是一段錄音的發言 機械聲 也都沒有想過 最後會現真身 會用真聲 等等 去繼續走下去 但是那一下那個集會 其實是開創了很多不同的可能性 因為那時候 是第一個集會 是會是要求 就是請求 請求美國或者其他國家 定留這個人權民主法案 也都是會是請求去制衡中共撕毀這個中央流聲明 那這個是第一個這樣的集會 面向國際的集會 就是之前的一些集會 可能G20集會 他們就會比較 那個訴求比較模糊 但是816的時候 就重新把這些國際線 訂立一個明確的目標 其實去到這場集會 也是非常之 引起了 觸起了 觸動了中共的神經 他們在不夠一個月的時間 大概九月幾的時候 就專門在北京 搞了一個國務院的特別記者會 就專門去評擊 攬炒團隊 我 這個英美港民主權在民集會 所以對我來說 這個是最難忘的事情 但是當然 如果說其他難忘的時刻 有很多很多的 一百萬人出來 二百萬人出來 就是光復元朗等等 等等不同的集會遊行 其實都是印象的非常深刻 說回攬炒和制裁 怎麼看現在中共都電壓了一個 反外國制裁法呢? 這個我坦白說 真的完全沒有用的 他們這個所謂的 其實國際社會 或者不同的民主國家 本身都已經是 他們都說不買你這些中國科 不會用你的華為 那你又禁止這些東西出口 給那些國家 沒有意思的 那你就是假裝 就是 跌落地拿回一扎沙 就是一個無牙老虎 不需要放上心 他要立些什麼 就是所謂立法 他們在大陸或者中國來講 立法 其實他立不立法 他也是這樣做的 他就算不立法 他也是會示意去制裁外國 所謂制裁 又沒有用的 這回事 所以真的不需要放上心 你這樣講的後悔 其實有沒有想到自己 一個香港的年輕人 又被中共太多 他最高的台面 變成了被他通知的一個人物之一 而又在國際上遭受這麼大的壓力 其實有沒有曾經想過會 自己會是這樣的一個人物 其實2019年6月9日那一天 我就出席了倫敦的一個集會 因為我覺得需要去聲援香港 一百萬人大遊客 那一刻在現場 我看到有 就是我首先第一站 我們去了一個中國大使館 倫敦的中國大使館 然後去了香港經貿辦 其實我那時候見到 在場有這麼多不同的香港人 可能有二千人三千人 都很多人 那我就在想 包括我自己會不會有其他事情 可以做到的呢 除了出席這個集會遊行 就是世界各地去搞集會遊行 還有 就是最近可能不是一個禮拜搞一次 一個月搞一次 還有是不是只是搞集會遊行是足夠的呢 那我自己就這樣想 那一刻在現場在思考 然後一直回家裡的時候 就是香港計算 其實已經是六月十號 計算了 但是那時候我們說是六月九號 但是我那一刻已經有一個念頭 是需要 就是除了在香港是有一些勇武的抗爭 會在六一二阻止二讀之外 我覺得需要做多些事情 那就是 所以提出了這個叫做 要取消外國官員護照 要去制裁 去勸 遊說外國政府去制裁他們的想法 那那一晚我還在六月九號的時候 我就上了連登 出了我第一個帖 改了一個名字叫做 我要攬炒 那就去看出 嘗試要去組合一班人 在我沒有人物 沒有資源的情況下 想成軍一條隊 可以去做一些叫做法律上的一些研究 或者叫做分析 然後就 即是 寄給不同國家的政府或者議員 其實那個真正的想法就是 希望在一個六一二的時候 即是不同的保皇黨 尤其是可能自由黨等等的這些議員 就會可能是 就是跳船 重演到2003年的歷史 希望他們 一方面知道有一百萬人走出來 二來是有人認真去教他們的 就是個人的利益 互照 資產等等 那希望他們有一個 就是挑選的可能性 就是作為一個六一二 就是勇武那邊 如果失敗了的一個Plan C 是啊 那幸好就Plan B 就是 是啊 幸好就勇武那方面 其實已經是最後成功阻止到 就是議員 是入這個立法會 那所以 但是同一日 六一二其實有不同的事發生 就是很恐怖的一些警暴的問題 250顆催淚彈等等 那由那個時候開始 我本來只是想著做兩天而已 是的 就沒有想過會做這麼多事情的 由那個時候開始 就不斷一步一步地跟那個團隊去跳出所謂的舒適圈 就是可以當日我們嘗試去信聯合國 去信這個國際特赦組織 是的 然後不斷再做多些 然後又試了登報 眾籌全球集會遊行去請 甚至乎多次安排議員訪港 是的 寫攬炒論述等等 那就不斷地走下去 就是本來我只是想著做兩天的事情 沒有想過最後 變成現在兩年我都還沒完 是的 那當然我都希望盡快能夠光復香港 是的 那有沒有後悔呢 至於很坦白說我沒有後悔過的 即使曾經是犧牲了非常非常之多 情緒是跌到低谷 有嚴重抑鬱 有腦震膽 有很多被捕過等等不同的問題 但是我沒有後悔過 6月9號、6月10號的時候 是站出來的 因為我反而覺得 如果我當日選擇沒有站出來的話 我會可能內疚一輩 可能會自責一輩 還有香港 我不知道香港會變成怎樣 香港也絕對不會講攬炒 我不知道香港到底會變成怎樣 我不敢說自己影響了香港很多 但是我自己會覺得 至少我良心會過意不去 如果當日沒有走出來 光復香港絕對就是目標 就算是光復了香港 其實我都不想著重生 我自己 我很希望光復了香港之後 就做一個遊魂夜學 就流浪世界 這樣也不行了 我就想看看這個世界 但是在光復之前 我會盡力去 可以光復到香港 然後所有不同的流亡手足 在籌的手足 大家都可以重新享有自由 就算不是在籌流亡的手足 希望不同的香港民族的分子 都能夠是一個不受壓迫 一個有自由的社會 去找到自己的生活 的方式 可以去追夢 就是我希望很希望 很希望一個自由的香港 就是這樣 但是奈何 尤其是1997年之後 根本就沒有這個可言 是的 這裡也是只要靠一個重光在香港 然後靠不同真心為香港 的香港人一起努力 才可以實現得到 要說大家是不是因為很愛香港 所以我們又為香港而付出呢? 對香港感情很深 因為香港是一個引辱了我的地方 我在香港住了二十幾年 讀書、做事 做了兩年多的事在香港 我覺得是需要報答香港這個地方 最後的說話呢 其實就是2021年 其實就象徵著反送中兩週年 另外就是香港開發180週年 和香港保慧展80週年 我就很希望 就是在香港200歲生日的時候 所有的香港人 無論是在囚、無論是流亡 還是在地手足 大家都能夠在香港 在膨底那裡 光明正大 抬頭挺胸 不受恐懼之配 這樣去慶祝香港200歲生日 香港200歲生日 這個就是我心目中的宏願 希望不需要二十年就功復到了 十五年如果可以就更加好 十年就更加好 五年我就知道沒什麼可能 但是我覺得我們需要給自己一個目標 也只有受到一個所謂的時間壓力 或者一個目標 我們才會不斷地做越多 我們要避免變成行禮不移 我們需要不斷地去找空間去突破 以有限的時間 有限人生 有限光陰 去嘗試以有限去創無限 這個就是最後的機遇 謝謝你 謝謝 拜拜 謝謝